众弟子跟随白旗回到大悲菩萨面前 看到白旗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问道 白旗,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快就带着众师弟回来了? 难道遇到不好天气 还是遇到了别人危难你们呢? 但是,任大悲菩萨问了多遍 白旗就是不回答 白旗被大悲菩萨问了多遍 心生厌烦 便猛然站起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于是,大悲菩萨只好询问其他同学原因 学生们便将事情经过讲了 大悲菩萨听完说道 原来如此,白旗在为自己受辱而生气呀 我去问问他 于是,他来到白旗的房间问道 白旗,你因为没有回答出湛陀罗的问题 而被他捉住,骑在你身上 有这样的事情吗? 白旗听了大悲菩萨的话 回答 师父,是不是那帮家伙跟你说的 的确我被湛陀罗挤在了胯下 湛陀罗问我什么是方位 我没有回答正确 所以他骑到我身上 我要重重地报复他 白旗双眼冒着怒火 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家族不容他来侮辱 大悲菩萨听了他的话 语重心长地说 白旗双,你不可发怒 那詹陀罗虽然种姓恶劣 但是他是个有智慧的人 他问你的关于方位的问题 是有着深刻意义的 只不过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见闻觉知的事 所以没有回答正确 孩子啊,你可要知道 不仅方位这一件事你不知道 这世间无穷之大 各种知识可谓无量无边 就连我都有不知道的事情 何况是你 那么师父请告诉我 什么是方位呢 白旗问道 而心中则想 我看你如何回答 不管你答对与否我都会离去 寻找知识更加丰富的人学习知识 大悲菩萨知晓他的打算 不过没有加以阻拦 说道 白旗,你听好了 你听好了 父母,师尊 在你来说都是方位 当你成为家长或者师尊的时候 你便拥有无上的智慧 因此可以变苦难为幸福 原来这就是方位 这么简单 我竟然没有回答出来 白旗越想越感到耻辱 被沾陀罗旗到身上 于是说道 师父,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当初为什么不交给我 害我出了大仇 这是你的失职 我要离开你 到德差诗罗休息记忆 大悲菩萨听了 说道 并非我没有交给你 而是我以往已经说过 只是你一直以来 觉得自己种姓高贵 而不愿聆听罢了 既然你要去德差诗罗 那我就成全你 那里的确是学术氛围最高的国度 你到那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只是有一点 你的心太窄 容不下任何的失败 这将是你的致命伤 谢谢老师的警告 你还是保重好你自己了 我的年龄比你年轻 到了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我的智慧和学识将是你的数倍 于是 白旗怀着对大悲菩萨蔑视的心情 离开这里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 来到德差诗罗 重新拜了有名的老师 修学一切技术 这期间 他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 很快便把新老师的所有技艺学成 师父 我已经学成 顾死申请结业 白旗怀 白旗 你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心中存在着一个死结 这会使你走入歧途 我希望你留下来 让我解开你这个心结 师父 我没有什么心结 没有必要留下来 白旗心中仍然记着对詹陀罗的仇恨 没想到被心系如发的新老师发现 劝气留下 想把他的心结打开 没想到 白旗执迷古武 断然拒绝了他的帮助 于是 他只好说 既然如此 你就离开德刹师罗吧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行事 于是 白旗离开德刹师罗 回到家师国 巡游全国 当他来到一个村庄时候 那里住有五百苦行者 亲道 都说出家人学识高超 我何不学习他们的技术 于是 他换了出家人的衣服 拖着拨来到他们中间 偷偷学习他们的技术 皱纹 修法 后来 因为他的学识 超过了所有苦行者 便成为了他们的老师 这一天 白旗想到了当初的耻辱 心道 我必须获得更大的荣誉 才能让我心安 从而忘记 詹陀罗对我的羞辱 我必须去波罗奈城 接受波罗奈王的供养 他找来苦行者们 将自己去往波罗奈的决定说了 然后问道 你们可愿意和我一同前往 苦行者们听了 纷纷叫好 说道 一直以来都想去波罗奈城 因为路途遥远而作罢 今天既然师父说去 哪有不确的道理 说完 拿了自己的饭波 与白旗一起 向波罗奈而来 经过十一天的苦行 他们终于来到了波罗奈城 第二天 白旗领着苦行者们 来到王宫门口进行脱波 门卫看到这么多尊者出现 便来到王宫向波罗奈王顶告 国王陛下 因为您以正法治国 吸引了无数尊者来此 波罗奈王听了 非常高兴 说道 好 竟有这事 我亲自到门口迎接 说完 他沐浴更衣 涂抹香油 领着众大臣出来 迎接众苦行者 见面之后 白旗和他相谈甚欢 波罗奈王 对其起了爱慕之心 便让白旗和众苦行者 进入王宫 接受供养 并让他们 住进自己的御花园之中 一次 国王对白旗说 某日 我将亲自前往御花园 供养各位尊者 白旗记下来 到了那天 他对苦行者们说道 朋友们 国王就要到了 如果我们赢得国王的尊重 将得成一生幸福 因此 在这样的场合 要么就飞跃 要么就沃斯 要么就土火 要么就蹲着走路 要么就潜水 或颂毒圣典 大家可记住了吗 苦行者们听了 都精神振奋 大声喊道 请师父放心 我们都击下了 然后 各自散了 双成很自然的样子 在那里飞 握刺 复火 然后白旗 在安室门前 坐着安乐椅 把五色彩布 包装的书籍 置高档的桌上 向清秀之弟子 四五人发问 让他们解答其意 这时 波罗奈王 驾临此处 见这些怪异行径 大为满足 对随从而来的 司祭道 这些行者 都会自己的神通 我将前往和他们的师父 白旗交谈 于是 他快步来到白旗面前 施行礼节 问道 尊者可有时间 与我续谈一番 白旗听了 对几个弟子说道 你们暂且退去 我要和国王陛下去谈 那几个弟子 便很顺从的样子 退下 这时候 白旗看到 国王身边的司祭 很像那个 侮辱自己的詹陀螺 便心道 这个家伙 竟然隐瞒了自己的种姓 跑到王宫来蒙蔽国王陛下 带我细耍他一半 于是 他问司祭 你看你呀 身缠着兽皮脑袋上 编着很多小便 加上你这肮脏的口腔和口气 这一等形象 还要求别人和你一样 修行真理 希望得到解脱 而你本人 是否知道真理 是否已经解脱呢 这实在让我感到怀疑 司祭听了以后心道 这个出家人 怎么如此出言不逊 看来不是认错了人 就是想通过贬低我 来抬高他自己 这样的出家人 能得到解脱 能修的正果 我也实在怀疑 但我反击他 于是他哈哈大笑 对波罗那王说道 国王陛下 我听到尊治的话 有很大感想 想与您分享啊 得到国王的许可 他继续说道 素来多文博学的人 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 便用各种高档的服饰 来装束自己 但事实上 不一定多文博学的人 就都走正道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进入了邪道 比如 有的人虽然精通千岁国 但是不一定行正法 这样也自然不能摆脱痛苦 也不能修炼善行 获得正果 而有的人 不通晓更多知识 不晓得维护自己的形象 但是 却能做到读信佛法 求得往生 可见 形象的好与坏 与人的本质无关 能否解脱和知道真理 也和形象无关 不知陛下 以为我的话如何 波罗奈王具有智慧 听了司机的话 大家赞同 说道 的确如此 很多时候 不能看表面 而评价一个人的德行 需要天长日久的观察 才能知道 对方品质优劣 从这句话来看 国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尊敬白琪 和五百苦行者 于是白琪心想 国王本来对苦行者尊敬 可是司机唇枪舌剑 给予破坏 我必须在论辩中击败他 于是 他大声说道 虽然精通千废陀 但是修行难以脱离痛苦 那么就说明 废陀没有结果 真实修行 没必要坚持到最后 司机听了白琪的话 说道 废陀不是没有结果 只要你如实修行 说真实话 做真行为 就会因为通晓废陀 而获得别人的尊重 甚至 有的可以灭盘 从而获得更大的自在 如是司机 论破白琪的论断 对那些苦行者说道 你们现在并非真的愿意修行 只是受了此人的误导 以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以你们应该结束苦行生活 拿起武器 保卫国家 说完 他让随从 发给他们盾 毛 本兵器 任命为大官 服务国家 所以 他们被称为大官族 而白琪 一下子失去了 支持自己的人 成了公家寡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